大华银行和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联合问卷调查显示 本地消费者比亚西安其他国家的消费者 更担心通胀率上升以及更高家庭开销的问题 来自我国、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泰国和越南的 超过3400名消费者参与了今年6月进行的问卷调查 调查发现本区域七成消费者证为 接下来半年到一年将出现经济衰退 这主要是因为通货膨胀持续上升和开销更高等因素 调查也显示42%受访国人担心储蓄不够 37%则担忧退休生活规划 此外减少储蓄的受访者有近四分之一 不过亚西安地区消费者对于明年6月底前 个人经济状况好转感到乐观 分析也认为通胀开始出现趋缓的迹象 不过亚西安地区消费者